在僵尸毀滅工程里 你已经反复玩了十多次 开始对一成不变的游戏机制规则感到审美疲劳 那么对于你来说 也许是个很好的时机开始尝试魔族 可能你想在这个末世里 扮演你最喜爱的动漫角色 或者你想利用高强度的火力 碾氧那些过去一直欺负你的僵尸们 又或者你是个勇者 嫌游戏不够难 决定给自己更多挑战 僵尸毁灭工程本身不仅是个自由度高的沙盒游戏 而且游戏资源Steam平台的工作坊功能 为玩家们安装模组提供了非常友善的渠道 体验这个游戏的模组也是一大乐趣 尝试不同的模组组合 为你的每一局游戏都带来不一样的独特体验 各位竞争者们大家好 我是Celi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个影片里 我会提供将是毁灭工程的模组安装教学 在影片的最后 我也会教你如何为已经存在的游戏存档 安装模组 那就事不宜辞 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在安装模组之前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想告诉大家 几乎所有的模组都是玩家们自发自作和更新的 游戏开发团队不负责模组的开发和修复 意味着有时候游戏本体更新的时候 模组的内容可能会和更新后的游戏本体内容产生冲突 而导致各种技术性问题的发生 有些模组因为修改到同一个游戏内容 所以也会有机会和别的模组发生冲突 安装模组游玩游戏代表着你清楚明白背后的风险 在这个教学影片里 我会从头到尾示范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没安装模组的游戏 在工作坊安装模组后 游戏里不会及时更新 所以在安装模组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把游戏关闭 好 现在我们在Steam平台的页面里 请点击工作坊 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玩意儿 就是模组了 模组有很多类别 小着优化游戏界面 大着整个颠覆了游戏机制 你可以在右边的分类里 浏览各种模组类别 我个人则喜欢点击最热门 然后选择一个时间段 看看有什么模组是最受大家欢迎的 因为排名最高的那些模组 必定有过人之处 在这个教学影片里 我已经决定好安装什么模组了 那就是角色状态界面 minimal display bar 关于这个模组具体是干嘛的 我已经为这个模组制作了一个一分钟的模组讲解影片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 请点击右上方的影片资讯卡前往该影片 现在让我在搜寻栏里打上minimum 然后按enter键搜寻 那这个就是我要安装的模组了 如果这是我第一次安装这个模组 我对这个模组不够熟悉的话 那一般我不会着急的马上订阅安装模组 而是滑到下方看看模组说明 看看模组作者有什么特殊的使用质疑 然后我会滑到下方的评论区里 看看最近玩家对这个模组有什么看法 这个模组会不会在目前的游戏版本里无法使用 会不会在多人模式里无法使用 会不会和某个模组冲突等等 因为这个角色状态界面模组 只是单纯一个界面模组而已 而不是更改游戏机制 所以一般来说这类型的模组不容易出问题 点击订阅按钮下载模组 有些时候 一些模组会要求你同时安装其他模组才可以正常运作 你订阅模组之后 它会有一个小窗口弹出来提示你需要安装哪些模组 只是这次我安装这个模组不需要而已 好 那这个角色状态模组只是一个小模组而已 所以下载速度非常快 已经下载好了 那么让我们回到游戏里吧 游戏开启后 前往模组管理 我们看到刚才我订阅的模组出现了在这里 点击它并在U方点击启用 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返回按钮 游戏现在会冻住一阵子 这表示游戏正在载入这个模组 似乎模组规模和你的电脑设备 这个过程可能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 请保持耐心 那么模组现在已经启用了 让我们随便开启一个新的游戏确认吧 好了游戏已经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我刚刚安装的角色状态界面 出现了在萤幕左下方 如果你是第一次安装这个模组 那么你的角色状态界面会出现在画面左上方 如你所见 这个模组目前存在一个翻译乱码问题 我之后也会制作一个影片来教大家怎么样解决 以上就是模组的安装和启用过程了 接下来我会示范一下 如何会一个已经存在的游戏存档 安装模组 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个 没有安装任何模组的游戏存档 我希望可以把我刚才订阅的角色状态界面模组 加到这个游戏存档里 点击右下方的更多 然后选择模组 启用刚刚订阅的角色状态界面模组 然后点击返回 请注意如果你的模组是那种为游戏添加新载具 新道具 新服装 新武器的类型 那些东西是不会刷新在你已经在游戏世界里 完成探索的那一片区域里哦 好那我们开始游戏 游戏已经开启 如你所见 我已经成功把一个新的模组 加到这个游戏存档里了 希望你喜欢本次的教学影片 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意见或者其他问题 麻烦在下方的留言区里留言 每一个留言我都一定会看并且回复 如果你喜欢这次影片 欢迎为这个影片点个喜欢 订阅我的频道以免错过有关僵尸毁灭工程的影片更新 也欢迎加入我的disco伺服器 和其他玩家们一起交流游戏里的各种精彩经历 不定期也会举办多人模式里的游戏活动 关于伺服器的加入链接 我会放在影片说明那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Celio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